我现在坐进这个极客001的车里啊 可以看到它整个前排的这种感受 非常的集结啊 然后它上面是这种阿根塔尔这种材料 旁边是皮啊 然后整个的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有科技感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 你看这个这辆车它整个 它的仪表盘非常非常的小 我个人还是喜欢那种 比较大的那种圆筒仪表盘 或者说你像涂萨那样 就是把Model 3那个 就是它整个仪表速度显示都在这一块 然后后期可以自己加装一个仪表盘 然后这个 它整个的这个 设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和Model 3 就和特斯拉的那些 这个设置啊 有一些相似啊 然后 它的这个设置也是没有振动反馈的 所以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必须要忙碌操作 然后但是好处都是 它这个 按上去这种 反馈还是比较直接 然后也比较灵敏 所以这是整个车前排 可以看到 其实它前排有很多这种 阿根塔尔的材料 就是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 之前领克的阿根塔尔 用久了之后会有一种包浆的感觉 但是就是不知道 极客的这个阿根塔尔 用久了之后 会不会有这种包浆的感觉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 像现在充电 车现在充电是 还有64%的电 续航300多公里 但如果说开 现在是开空调 如果开了开了空调 可能续航 稍微稍微会减一点半的 就是要带着 开空调